你还记得半个月前有一名刚出生的女医 因为护士不当使用电毯 造成女医双腿严重烧烫伤吗 昨天女医的父母在脸书上表示 女医的情况恶化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被电毯烫伤的女医目前还在医院救治 但因为面积太大 半个月了 女医的双腿依旧没有长出腥肉 而且医院研判可能伤到骨头 所以院方虽然已经使用加倍的营养素 但幼小的身体还是无法让大面积的伤口愈合 医院在昨晚已经告知家属 如果情况没有好转 伤口可能会遭到感染而引发半血症 讨论之后 预计在星期四要为女医动手术 希望可以让伤口缩小